第二集 主題曲 哼哼 3月 1日! 6月3日! WOW! 3月1日! 嘘哼哼! 3月1日!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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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灑一鍋鲜那 卡的高湯 然后把竹笋切成条桩 你看他的宽度比我的还行 压力过竹干嘛要only one 一下下把他打开看看里面的情况 最后调味辣一辣超好吃的感味 今天应用压力过竹鼓枣味的竹笋咸粥 超级简单而且损味满满 首先当然是脱掉竹笋的外衣 衣服脱掉先别举着丢 因为等一下还要穿回来 不是因为等一下还有用 然后竹笋旁边的纤维 看起来比较老的修掉 比较年轻的留下来 但这些修掉的老皮千万也别丢 因为它们才是今天的好吃关键 俗话说笋能利己 就是这个道理 赶快把它收集起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 是的 我们煮滚一锅水 然后就把这些笋壳丢进去 用笋壳熬出的高汤来煮粥 就是今天的好吃最关键 就这样先放给它煮 然后利用这些时间来备个料 我们先把台面给清一下 赶快把泡水的香菇挤干来切丝啦 遇到比较大的菇笛就把它切掉 然后香菇来切丝 记得上一集的炒米粉 我也切过香菇丝 那真的就是菇寄虫丝了 接下来就是把泡虾米的水跟香菇水融合在一起 这样比较方便 虾米香菇还有三层肉 就是很台胃 想做出阿嬷的手露菜 就是靠这胃 而孝熟的四食露菜 必须靠各位 快切肉丝 还有竹笋要切啦 竹笋要切丝 一定要用逆纹的 逆纹 我爱你有多味 试着我们把竹笋先切片 大约0.3公分 然后一样像扑克牌的摊开 就可以准备切笋丝 的那一首歌 切竹笋 白色的瞬息 要小心别切到肥丝 切完了 就开始做了 我们直接压力锅一锅到底 首先开油下火 是开火下油 按照顺序 肉丝先下去煸 然后吐司 我都不去煸 赶快把猪肉炒熟啦 在煸猪肉的同时 要注意一下笋高汤的状况 差不多了 就可以关火备用 接下来 虾米可以进来 把它炒出虾味先 不是零食的那一种 然后孤寂 虫丝的香菇丝进来 整个半炒起来 我已经闻到阿嬷的味道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熬好的笋高汤 给它倒进来 大约倒个600cc 不用担心水不够多 因为煮完了之后 可以适时的加水 调整浓稠度 然后再加100cc的香菇虾米水 这样的高汤组合 最完美 稍微整理一下桌面 我们的生米 就可以进来准备煮成熟饭了 接下来会有一个秘密武器 没错 就是东彩 最后我们把笋丝丢进来 就可以准备开始煮了 我们先上锅盖 记得一定要盖好 然后就可以准备开火 用中大火煮到白色那颗 开始摇晃 就可以 赏到一首歌 我的现状 何时才能变点尾 用压力过快速又方便 先上锅盖 端处临走马 的思念 赶快关火 好的摇碗了 我们就等指示器下降 大约10分钟 看到没有 等黄色的那颗慢慢的降下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取下泄压法 然后开开 天啊 天啊 好香哦 地球 地球闻到 闻到 闻到 音乐的味道 用压力锅煮的好处就是 味道在短时间内已经全部煮进去了 然后你还可以依照喜好加水 去调整稀饭的浓稠度 然后再来加咸度 因为冬菜已经咸了 所以酱油不用多 接下来加入可以代替红葱酥的洋葱丝 大把大把的下 不用怕多 因为来啦 它们都会融在其中 最后加入芹菜猪 不是芹慧猪 然后赶快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压力锅的渣味就完成了 这个浓稠度是我喜欢的那种 吃起来比较有饱足感 然后一个人喜好 可以加点白胡椒 还有一点点麻油 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来试吃 你看哦 嗯 很香 哇 那个竹笋 用那个竹笋壳 熬出来的汤来煮 为什么我有吃 不是洋葱吃 很香你吃吃看 嗯 你有放那个三层肉 其实我以前去万华吃咸粥 我一定把它调起来 因为那个咸粥放了三层肉 很多那个瓶都咬得烂啊 可是这个可以 因为你用压力锅煮就可以了 对啊 我刚刚就吃下这个 然后也咬到肉下 嗯 很烫 很烫喝的 姐姐你不要烫 我觉得主要是那个竹笋的 那个整个汤汁都浸到那个饭里面 就整锅的精华 就是那个竹笋 竹笋熬出来的那个高汤 嗯 香菇虾米的味道 嗯 谢谢哦 不需要太多的 那种华丽的食材 香菇虾米 猪肉 这是台湾的味道 然后再加点这个大蒜片 嗯 嗯 可以 你刚开始咬下去是脆的 然后那个蒜的香味慢慢的从你那个底腔里面跑就喷出来 你觉得这个咸蛋看个人 你很喜欢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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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喜欢 我很喜欢 你很压 你很喜欢原始小金刚 嗯 很好吃哦 嗯 嗯 它那个猪水还是一样脆脆的 它不会因为说压力过煮了之后就整个什么软掉 烂掉 不然 虽然有点烫 但是这样吃进去 感觉很温暖 哦 啊吃完了 感觉有点不够 再去尝尝 但这片很好吃耶 那我再去尝尝一碗 如果你还想继续看笑鼠做猜 那就一定要 按赞粉丝团抢先看 订阅小铃铛要打开 还有分享